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PTE大西瓜成功学次访谈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凯西同学 她在这次的考试中拿下了高分期上的好成绩 那其中口语更是暴涨了13分 我们恭喜她 那凯西同学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来大西瓜之前的情况吗 可以的 我在来大西瓜之前考了三次PTE 其实我的英语基础还是可以的 我每次考PTE其实大概复习的时间都是七八天的样子 第一次的时候复习了十天 因为我本来是听别人说PTE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而且我也是心博 想尽快出分 但是前面考三次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基本上每次第一次考52 第二次考57 就是还是没有考过的样子 前面也是有找其他的老师去指导 但是程序上没有一个明显进步对吧 就口语那一块 对 口语一直没有太大的进步 包括第一次的时候考44 第一次是47 第二次是44 还都很降了百分 最后一次是一份考50 也是说没有别人说的那一种十几分以上的提高 一直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是意外的看到你朋友圈有打卡的活动 而且价格也不贵 我就报了这边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日常挺忙的 所以我觉得打卡对我的重要 对我的部位还挺大的 那刚刚有聊到凯西同学在大西瓜参加了这个12天的RA打卡的一个课程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你还记得是哪位任客老师呢 然后他有怎样的去帮到我们呢 是Frank老师 他这12天每天都会给我们很认真很仔细的讲解 然后对我来说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 他能记得我昨天和前天是读的怎么样子的 而且能记得我的问题是什么 这一次读的时候相对于上次有怎样的提高 需要注意哪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还有那么多学生呢 记得我这个我就很感动 而且对我帮助也很大 对因为只有老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看你第二天有没有改啊 有没有新的问题出现啊 这样子做就是口语的学习才是有效果的 对吧 包括其实从姐妹这次的成绩能看出来 一下子暴增了13分 也是这个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体现 对吧 对对对 真的很好 很感谢老师 那我们在这个口语打卡群之后啊 学习了多久去考的这一次PTE呢 也就两三天的样子吧 而且这两三天每天复习的时间 也就有两三个小时不太到 因为我大概就把阅读没刷完 口语我每天只是看一下 然后也不太会去念了 2S基本上没怎么复习 2L和DI一个都没复习 然后这个2L和DI我没复习 我上去讲的时候确实讲得不太好 今天的考试 所以今天大家还是准备准备去考对吧 对对对对 如果说我稍微准备一下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长得更多 不过这也说明了 我口语的主要拉分点 还是因为RA做的比以前好了很多 对对确实是 因为在基本上DI和RETA 是一个半裸考的情况下的话 那口语的分数更多是考RA本身去拉上来的 那刚刚有聊到哈 刚刚有聊到凯瑟同学 在这个这一次的复习冲刺期间 主要是通过打卡群 以及后面两三天的一个总结性的复习 拿到这次的成绩 那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在整个PTE的备考中哈 那这个口语这一块 我们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心得呢 好的 首先我觉得从大块上来说的话 考试考PTE口语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我之前考PTE考了这么多次 我心态总是在恍惚 这一次跟着老师打卡完之后 我觉得就踏实了很多 然后去考口语的时候 也没有说音是颤的那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度 我来说音效是非常大的 然后至于在知识点上 也是Frank老师纠正了我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我以前说话特别快 不过我说汉语也是很快的 我读英语的时候也是很快的 这12天的打卡群 让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语速 和合适的发音音调定乎的强度 因为有时候我会把每个单词读得特别实 所以对对 包括试报什么 我以前完全都没有掌握 但是跟Frank老师打卡 大概第五六天的时候 我就已经几乎完全掌握了试报 而且做得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卡 虽然对我来说 真的就是每天花的时间很少 但是影响还蛮大的 我真的知道你们这个太快了 好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 想跟Cassie同学聊的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口语进步如此之大 然后短期之内 分数暴涨的成功学子来说 你有什么想对 现在还在备考同学分享呢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 护住自己坚持下来吧 我之前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退缩的 我不敢去面对它 也不想去面对它 就想忘了这个事情 但是又不得不考 所以说就是你只要坚持下来 用合适的方法 找到合适的老师 其实出分还是挺快的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坚持下来 坚持下来加上正确的方法 这样能保证姐妹每天练习 是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练习的 对吧 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子出分是特别快的 我今天我真的特别害怕 我当时就想我提到62 63就行了 这个分数出来的时候 我还挺意外的 因为我真的是没怎么复习 我前段时间特别忙 就是今天去考试的时候 也是抱着一个白烂的心态去考的 如果姐妹再把readout和DI 好好练一下的话 巴掌再向你招手 好吧下一次冲下一次冲 有可能会 好的好的 我已经不想通了 好的 那我们感谢凯西同学 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 PT口语备考 今天分享 我们本期的PT大西瓜成功学子访谈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